來繼續說 臺灣的疫情比較穩定 不過也有很多國家 也很艱難 年代影響到臺灣的經濟 努動部的統計 無情國來的檢班效果 也就是在那些無性化的企業 總共有1,189經 兩萬1,000控67的人 創下到歷史的身份 雖然努動部有很多疏困 補助的方案 不過有在未來這期 很多受到疫情影響的新住民 也就是有在做三天的家庭主婦 為什麼 都不是這次受勤的對象呢 金屬家工手 機器無停生散 我們港也無法處理 但受到疫情的影響 很多我們本來的國家 現在都無限期的研究 努動部上新的公佈 減萬休息的企業收容 創下歷史的新冠 有1,189經 總共是2萬1,000控67的 也在我們的議題當中 因為整個疫情 雖然台灣的疫情控制得很好 但是台灣畢竟是一個貿易的導播 會受全世界的一個經濟的連動 那現在因為歐美整個都還沒有恢復 所以是可以預見說這個人數 減萬休息人數是會增加 那是無限期的企業人 其中這作業最多 有251經 總共是8776的人 第二是服務業 住院的產業 161經 總共是3998人 受到疫情影響 省外的路工 勞動部 沒有很多輸出的方案 不過留意這期 為什麼三萬的保貼 也有10萬的輸出貨貸款申請 都沒有包含做三天的家庭主婦 才有在台工作的新住民 為什麼偏偏這個自營作業者 一定雇主者的補貼 和勞工紓困貸款這兩類 偏偏不行 自找 市民等過人優先 弱勢優先 對紓困金開始 做了一種的信息 都沒有了 對紓困金開始 在台工作的時候 都沒有了 對紓困金開始 意思是 還是